黃太一家住在結構有問題的葵興村第二座 由他的遭遇來看,他都算是倒霉 我原本在葵坊第九座已經住了十幾年了 因為他現在說危樓 我沒辦法了,我們申請勵境 勵境沒有屋,政府安排給葵興我 葵興是第五座 他怎樣跟你說 他說我會不會拆呢? 他說不會,我便搬來,搬來又再裝修 裝修來,他現在住一都不知道 沒有半年,大約是半年,他又說要我拆了 我暫時還未登記,將來我都不知道怎樣 你再給我第三道,我都不知道 愛好或不愛好 為甚麼呢? 為甚麼?你不知道是不是危樓? 健身,膩膩膩膩地有位置 發展給他的碼,因為準備好了 吃一下那個甚麼的 你什麼的呢? 讓我覺得假裝,這是第一座 用版幣的脷子,難以為止 現在也能不能去ice 上來,覷擋了 重建費高達8億元 這裏是葵興村第五座 是26座結構不合理地低於標準的高屋之一 住在這裏的居民不知道何謂不合理地低於標準 只知道天花板碩屎嚴重剝落 似乎沒甚麼英雷成份 在葵方村第九座 碩屎剝落得更加嚴重 這樣下跌下來 下跌那麼大快 是上兩個月 下跌完 我打算進來騷擾 誰知跟著又跌一幅下來 我說不敢動 不敢走進來 這個單位位於騎樓和房間間的橫樑 還出現下跌的情況 受影響的居民當然經常都提心吊膽 不過房屋處由始至終都強調26座結構有問題的公屋 並沒有即時的危險 清拆理由和安全無關 只是因為清拆重建比維修更加化算 這個建築或這些建築都很壞 確實比起原本的標誌 他們是下跌的 助理房屋處長貝德斯 在一個記者會上解釋過 26座公屋出現的問題 就於石屎力度低於設計標準 房屋處說 以前公共屋村的石屎設計力度為20MPA 即是每一平方寸的石屎面積 能夠承受大約3000磅壓力 房屋處形容有些公屋 石屎力度不合理地低於標準 工程家人士對我們透露 這些公屋的石屎力度甚至低過10MPA 房屋處對這個說法 由於研究報告還未完成 不能夠置評 石屎又叫做三合土 是由鷹泥、沙、石和水混合而成的 石屎的力度就是由這幾種物質的份量來決定 我們得到一間物料發言所協助 試驗一下不同份量的鷹泥對石屎力度的影響 最左邊的一堆石屎含有正常的份量 中間那一堆加多一份水 右邊那一堆就加多一份石 加多了水和加多了石 模型中亦都等於鷹泥的份量減少 混合了之後 將石屎倒模成磚仔進行壓力試驗 這種試驗是法例規定 用來測量石屎力度的標準方法 任何工程落石屎之前 都要將石屎抽樣造成磚仔 然後送去發驗室試驗 根據我們的實驗結果 成份合乎標準的石屎磚 力度試驗是750度力 合乎力度規格 而其餘兩塊成份不合乎標準的石屎磚的力度 分別只有50度力和450度力 由此可見 混合石屎需要嚴格控制份量 否則石屎力度減低 有可能造成好像現在26座公屋出現的結構問題 這種利用填裸在工地上拌石屎的方法 70年代初期仍然普遍採用 而那26座結構有問題的公屋 正是那個時代用這種方法興建的 這種方法 如果工人根據工程師規定的份量 是仍然可以拌出合乎規格的石屎 但是有時工人定不依足規格 只是憑自己的經驗 若膜地拌石屎 份量難免就出現差錯了 公屋結構出現石屎問題 會不會是工人的疏忽呢 還是成劍商有心偷工減料呢 幾年前建築界漸漸改用現成的石屎 於是拌石屎的程序上 人為的疏忽或者貪污舞弊的情況 應該會比以前減少 現成石屎多數是由大公司供應 有電腦控制各種材料的份量 在品質控制方面 比以往的田裸仔方法嚴格得多 更加重要的就是 成劍商向石屎公司購買石屎 如果質量不合乎標準 成劍商就會追究 模型中就起了監察作用 又如果成劍商有意作弊 他就要串謀石屎公司 取口方法比以前困難得多 不過就算撈石屎的工序上出現了問題 驗磚仔的過程裏面 應該可以驗到石屎力度不合標準的 今次二十六座結構有問題的公屋 顯然當日是通過了磚仔試驗 究竟驗磚仔的過程當中 有可能出現些甚麼漏洞呢 重點來說就是 這個磚仔它本身是代表性的問題 大家要明白第一點就是 磚仔的取氧化驗 就不是說每一槽石屎都取氧 可能來說 他十槽石屎 就取一槽的樣本 來做磚仔化驗 這樣如果有人全心作牌的話 他只需要是將 取氧過一槽石屎做好些 這樣他就可以過筆了 當然這個結果來說 就不會是代表 落下建築物的石屎 本身的力度 或者他的性質 而第二點來說 就是說 就算實躁石屎都是沒有問題 不過我們當然明白一件事 就是說抽氧的過程 就通常是石屎 落下建築物之前 抽氧的嘛 所以抽氧之後 如果工人為了方便去施工 而加水 落在石屎那裡 那麼石屎本身的力度 和他的品質來說 也都會改變的了 而最後一點來說 就是如果有人全心作牌的話 他送去實驗室的磚仔 可能不是說他抽氧做出來的磚仔 而我有聽聞 香港很久以前 有人賣磚仔 很多年前 也都有聽過 說磚仔有賣的 甚至有些地盤 就是沒有石屎落那天 也都有人在製造磚仔 既然磚仔是這麼重要的步驟 究竟當時政府對於造磚仔 以至混磚仔 有沒有嚴格監管呢 以往做磚仔 照我所知 做磚仔的過程 就不需要有工程師 或者其他的人員在場 所以在造磚仔方面 草的食肆 通常由建築商做 通常火草的食肆 就可能很標準很靚 或者超過一般的標準 為了防止公屋結構 再次出現安全問題 同屋說 現在他們有一套步驟 嚴格監管製造磚仔的過程 在地盤長處一個工作人員 由石屎抽樣開始 以至做磚仔都詳細記錄 記錄內容 包括磚仔代表的磚仔 這些石屎會落在建築物哪一個位置等等 方便日後抽查 磚仔乾了 房屋處的工作人員 要在磚仔上面簽名為記 還要將磚仔索在磚仔房 保證用來試驗的磚仔 不自然被人偷弄不轉鳳 由火屋處目前監管製造磚仔公 嚴格的態度 我們可以知道 嚴磚仔是政府監管協助物質 就安全的一個重要步驟 除了磚仔石屎和磚仔公罪 施工期間的每一個步驟 都有可能發生人為的錯誤 以至石屎力度低於標準 例如落石屎的時候 建築工人有沒有貪易鋪一些 加水落石屎呢 又例如落完石屎 一定要利用震筆將石屎裡面的空氣震出來 減少石屎裡面的空隙 如果震得不好 石屎出現黃蜂鬥 就會大為減輕石屎的力度 那些建築工人有沒有偷到懶 隨隨隨便震過就算 其實根據建築條例 這些工序都由結構工程師負責監管 確保建築物調合規格的 最近發現這麼多座工屋結構出現了問題 難免叫人質疑當日起樓的時候 結構工程師的職守何作 根據建築的一般工序 石屎乾了之後政府的監工人員 要再次試驗石屎實物的實際力度 這種打槍方法就是用來試驗石屎的表面硬度 如果發現石屎不合規格 就可以要求成建商重建 今天26座公屋出現了結構問題 正充分表示 當日有關部門 連最後一次驗石屎的工序都沒有嚴格監管 為防歷史重演 防護處現在規定結構工程師 除了要做打槍試驗之外 還要在已經起好的石屎場上面 轉取石屎心 進行最後的力度試驗 這種方法比較昂貴 對樓宇也有一定程度的損壞 但是呢 是最有效的試驗方法 試驗出來的力度 肯定是代表真正的石屎份量 防護處今後對公屋結構採出這麼嚴謹的措施 可謂亡陽保路未為曼也 但是為何以前政府沒有這樣做法呢 防護處答覆說 26座有問題的公屋 是前公務局負責興建的 他們不知為何 當時不用這種方法去監管 不過地政公務科 代前公務局解釋說 以前不是必定要做 需要與否是由結構工程師決定的 總括來說 今次26座公屋結構出現了問題 官物論是承建商無意疏忽 或者有意取巧 如果當日負責監管的有關部門監管得力 相信就不會出現今天這麼勞民傷財的情況 目向來圖地取消 今次公務結構事件 在香港的房屋市上 前所未有極度災難性的大丑問 很多屋邨受到影響 拆捨屋邨包括了藍田、壽茂庭、葵聰的幾個屋邨 魄力全體將這次公屋結構事件 形容為災難性醜聞 實在是並不滑禍 因為政府要清拆26座公屋 遷洗15,000多戶家庭 涉及78,000多人不多 像這處葵興邨的居民 政府就打算安排他們 入住沙田和青衣兩個屋邨 居民對這樣的安排非常不滿 是呀… 沒有其他地方讓我們選擇 只有兩個地方根本就叫選擇 杜杜屋邨有做起發給我們的 為甚麼我們批興做不到呢 他是不是欺負我們批興的人呢 是嗎? 是嗎?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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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去三十年了 我有沒有本事來讓他這樣搭青馬線 你們說有沒有可能呢? 當然沒有可能啦 緊張三小學 搬家當時拿那個搬簽津貼 和一個特別津貼 特別津貼每個家庭是一千元 搬簽津貼是計算的人口的 如果是三至五個人的就有一千元 那夾兩個津貼加起來 就可以拿到二千元的了 要安排這麼大型的簽津貼 政府一共要付出六千九百萬的搬簽津貼 對於納稅人而言是一筆無辜的負擔 對於居民而言平均每戶 只拿到大約兩千元搬簽津貼 據他們說根本不足夠重新裝置家裡最基本設備 在萬幾個需要搬簽的家庭裡 有不少是剛剛花了一大筆錢裝修的 對他們來說 只得到兩千元左右的搬簽津貼 真是提兆戒費 陳太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五個月前他用了兩萬三千多元積蓄 將屋子裝修成圍興村第五座最漂亮的一個單位 當日隔壁龍舍有口皆碑 今天他就一項眼淚 我收租小姐上來 我問過他 我們這邊有否變策的可能 他說沒有不放心 不會的 有十年八年住的 如果你有錢可以再裝修漂亮一點也可以 我給他很大的信心 住在陳太隔壁的劉先生一家 將自己的遭遇形容為人間其球 被房屋處踢來踢去 就是四年前住在臨田 就是住了八個月 就要測入房屋了 就是那個地方就需要了 那我就測了 搬來大口口 大口口也是住了三年 又要重建了 那又要測 那又要進來這裡住了 那因為呢 我們只有這麼多歲 一住下去就不用搬了 然後賣了那些錢就放在家裡 一整萬元 就是充滿那些磨死石瓶 一百二十六個八 前往中收得好就大致 私育一點 無端端又要宣布又要重建又要拆 這些損失就是政府給我們的 除了一萬五千活居民受到影響 五百多個商戶也都受到牽連 金錢損失相當大 這裡是葵方村第九、十和十一座 是政府最先公佈結構有問題的幾座公屋 現在這裡已經十七九空 大部分居民都已經搬走 樓下間藥財堡雖然舉行大減價大清貨 但仍然門庭冷落生意一落千丈 老闆說他現在每個月虧成萬元 倒閉 必貨又不知怎好 不倒閉又要給伙伙人工 在這間藥財堡隔離的非法舖 亦都是沒有生意 這一日是星期六 是所謂非法舖的旺日 不過這一間就冷冷清清 只有一個人下 房屋儲備受影響商戶的搬遷津貼 是十五個月的租金 大約是十二萬元 商戶認為這一筆錢 都不夠新舖的裝修費 這件公屋醜聞 無端端令到納稅人花費八億七千萬 是誰的責任呢 1973年 房屋委員會成立 接管所有前公務局屬下公共屋處 事有奏考 今次房屋處調查大約一千座公屋 有問題的五百七十七座 都為前公務局負責興宴的 究竟其中有沒有涉及貪污成份呢 廉政公署在八二年已經開始調查 葵方村結構問題有沒有涉及貪污成份 亦都去過四個國家 跟七位前公務局官員會過面 調查結果 並沒有實質證據去起訴任何人 追過責任的矛頭 於是就指向 興建這些問題公屋的成建箱 根據房屋處理署長貝德斯所說 二十六座有問題的公屋 分別由九個成建箱興建 其中有三個仍然活躍 而且還幫助房屋委員會興建公屋 葵方村前後一共有六座 結構低於標準 其中第五座已經動工清拆 今年年初 律政署入品法院 控告負責興建葵方村的成建箱 違反合約 現在這間建築公司 仍然有幫助房屋委員會興建屋 其中一項居者有其屋工程合約 價值三億港元 這間房屋處不但沒有吸取教訓 反而還繼續給這個成建箱 為政府建屋呢 我們只知道 在二十六座的二十六座 在二十六座 在那時 有很多批判員 都做了工作 所以我們不可能 在那時的批判 我們當然會考慮 在未來 我們會有任何行動 但直至我們可以證明 對批判員 它是很困難 進行 立即行動 房屋處也有考慮控告 其餘兩間 嚴然在香港經營的建築公司 可惜 找證據方面並不容易 這間房屋處是不平常的 這間房屋處是不平常的 記錄公司 通常在七、十二十年 記錄公司被破壞了 這間房屋處是非常非常長的 但這件事是非常嚴重的 我們是非常嚴重的 我們有員工 搜尋很明顯 我們得到結果 根據我昨天的房屋次開會和今天的區議會 房屋次並沒有一個很好的諮詢街坊的意見去定個政策 公屋結構事件發展到今天 雖然追割責任上困難重創 但無論如何政府都應該尋根究底 並且盡早向市民清楚交代 外列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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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